怎麼就去陪陪他聊聊天 有什麼需要幫忙的呀 我們去幫他賣飲料啊 帶點客人給他 讓他好賺錢 你知道研究... 你這樣聽起來很怪 你現在也是來我這邊幫忙 讓我好賺錢啊 那你是不是想上我 我... NO! 你知道我聽著他說 他說其實不是他的卵子有問題 是他老公的精子有問題 哎呀 聽到這 我們當然是義不容辭啊 你老公的精子不行 我們可以 I can help you 啊 冷靜 冷靜 聊天室不要鬧好棒 現在在影片開始前呢 大家請記得幫我按讚訂閱 打開小鈴鐺喔 請問 你的故事 可不可以 不要這麼的 用詞 很危險 這個這樣子 沒辦法放出來 讓大家一起欣賞 只能剪成影片 而且你的故事 我整體剪成影片 請問我未來的公公 跟我未來的婆婆 他怎麼想我 I don't care 我只要你這支影片 會不會被黃標有沒有賺到錢 如果沒賺到錢 那故事就不能講得這麼的over 我只在乎你有沒有被黃標 沒被黃標就是好的 OK 好 那接下來 不是 你下一個故事 要不要等下次再講 我老實問 還是你覺得 無傷大雅可以小講一下 我 我 我覺得 It's a year 你今天 今天賺夠了沒 夠了我就下次 靠北勒 我是這樣的人嗎 我是這樣的人嗎 不好意思 我就是這麼的膚淺 我就是這麼的弱 我膚淺 怎麼了 我就膚淺了 啊 我 我驕傲啊 我膚淺 我就是想讓我家阿菜賺錢 為什麼 我想讓他賺著 還把錢給挣了 懂嗎 這一定要的啊 拜託啊 咱倆誰跟誰啊 喔是 請問阿菜賺穿內衣嗎 你怎麼會問一個 這個奇怪的問題呢 我們剛剛講了這個大肆的這個事情 那你可以用老片的方式講嗎 咱們現在呢 回到我當時念大學二年級的時候 當時大學二年級的時候 你知道咱們讀這個體育系的嘛 就是每個人身體都是 這個體格健壯 看起來皮膚有黑 女生看到咱們就會自己貼上來 尤其加上咱們當時的制服 我們的戲服呢 都是紅色的 穿出門人家就知道 哎呀 這體育系的來了 那體育系的 走路有風 大家都騎著擋車 你知道這時候呢 這個 學校對面的飲料店的老闆娘 開始就對咱們獻殷勤了 畢竟咱們很長 這其中一集 老闆娘的故事其中一集 我們就常常去這個老闆娘店裡 喝飲料 跟她聊天 聊天當中的這個內容呢 輾轉得知 老闆娘結婚了 生不出小孩 老公對她不好 老公家裡做裝潢的 她們分房睡 她分房睡怎麼睡呢 她家兩棟房子 她老公跟她老母 跟她老公的老母 睡在馬路對面這一棟 她一個人睡在馬路對面那一棟 分房睡 她們是這樣分的呀 所以呢 老公不疼嗎 因為生不出小孩嗎 婆婆也不愛啊 因為沒有孫子抱啊 所以她就被冷落了嘛 當然出於我們的本心 我們是能給她關懷就給她關懷 是吧 有空咱們就去店裡 跟她打 不是打情罵笑 咱們就去陪陪她聊聊天 啊 有什麼需要幫忙的呀 我們去幫她賣飲料啊 帶點客人給她 讓她好賺錢 欸你知道聽起來很怪 你現在也是來我這邊幫忙 讓我好賺錢啊 那你是不是想上我 欸 我 NO 沒有 你...你好好說話 你到底在說什麼 你好好說話 不是啊 我這個人 就是直接問啊 啊啊怎麼了 沒有 我以前曾經有過 現在沒有 靠北啦 啊哈哈哈 你自己要問的欸 你很奇怪欸 愛問 請你繼續你的 continue continue 大家也不用覺得怎麼樣 但是大家都想上啊 我知道我知道 劉仪師我知道你們好不好 我知道 你們不要再解釋了 你知道 好 你知道 為什麼我會 會這麼誠實的跟她說 畢竟 曾經有被她 一度 就是不管是穿著打扮 之類的就是 就是有點 炸到 就是那種 殺掉你 等一下現在老了 不感興趣了嗎 不是我現在重量了 所以 重量了重量了 OK 現在是純欣賞 我知道 阿菜不屬於我 就純欣賞 OK 你懂的 好 請恐懼念的故事 這個老闆娘 失婚了 所以 她沒有辦法 沒有辦法從她老公那裡 獲得 Happy 所以呢 她就轉而 想從咱們這些 這些體育系的 年輕小伙子身上 獲得一點 這個快樂跟滿足感 當時呢 我租房子 租在學校正對面 距離她的飲料店 走路只要30秒就到 所以她常常 在店裡沒事的時候 她就騎著她的腳 腳踏車 騎著她的腳踏車 來咱們附近 這閒晃 繞繞聊聊天這樣 我感覺她就是 她的顏色 盪著秋水 稍微有點荡漾 身形 鵝鵝鵝鵝鵝 應該看起來是個 會生子兒的這個屁股 所以我覺得可以跟她 稍微聊聊天搭個賽 她騎腳踏車來的時候 幾歲幾歲幾歲 當時她應該布滿30 布滿30 大概2627歲左右吧 她騎腳踏車來呢 我就跟她聊天的時候 她想走了我就 兩隻腳一夾 我把她的腳踏車 腳踏車前輪給夾住 我說 你這就想走啊 你不多聊聊嗎 你想去哪啊 她說 她說不是啊 我要回店裡了啊 你家怎麼腳踏車幹啥呢 我說不是啊 你就過來跟我聊聊天 你撩破了我一下 你就要走啊 這樣我怎麼受得了啊 她說那不如你 你晚上等我下班吧 你等我收了店再來找我吧 我說好 你說的啊 我晚上就去找你 我當天晚上 就去她店裡 等她收完店 她問我說 我跟妳說 妳還真來啊 不然呢 妳說我就來啊 怎麼了 要去哪啊 她說不如 不如咱們去看星星吧 看個夜景啊 哇 看星星看夜景 這種時候呢 各位觀眾 千萬不能下手啊 你知道 這個時候要是妳 這個金蟲蟲腦下了手 妳就沒有下一次了 知道嗎 這時候要懸崖熱麻 陪她去看星星 妳就好好當個君子 不要動手動腳 除非她主動 但是她要的時候 妳記得跟她喊停 妳別順著她 讓她 好像有點沒撩潑到 撩潑到 就幹著隔靴搔癢 沒燒到癢出 知道嗎 當天晚上咱們就去 澎湖的山水沙灘 去看星星 她開著車載我 我們倆啊 躺在那車上 在車子裡看星星 我就想了 想不透了 看星星為啥 他媽的出去 躺在沙灘上呢 你跟我兩人 躺在車上看 到底看啥星星啊 他這時候就轉過來 看看我 手在那摸啊摸的 那我當然也不甘示弱 我也跟他摸啊摸的 是吧 你想探索我的戰場 我當然也要 探索你的森林啊 是吧 大家互相探索來 你知道戰爭迷霧很大的嗎 看不清楚啊 所以得用摸的啊 我派了哨兵 我的手指頭 哨兵過去探 探探探探探探 探探發現 誒這裡有個湖泊 誒有湖泊 趕快回去回報 他也過來 太太 誒這裡有顆 蒼天大樹 有神木啊 快快快快 於是在這個時候 在這個擋風玻璃上 開始出現了霧氣 因為冷氣開太強了 這個時候他在上面 寫下了三個字 買可樂嗎 我心裡想 不行 這個時候絕對不能買可樂 我說 我覺得不行 我們好像 這樣子有點太快了 所以 我們改天吧 好嗎 我們回去了 我覺得 今天這樣子不好 確實 我這一招 以退為進 撩撥到他了 忍住了他當時的慾望 以及衝動 他跟我說 好沒關係 都聽你的 嗚呼 你知道 他說這句 都聽你的 我就知道 這中了呀 他媽的 下次總 一粒八粒弄得 越先越直死去 活來呀 我告訴你 哈哈哈哈 所以從那天之後呢 常常我都是一個人 去他店裡 幫他 就是 整理啊 這個備料啊 早上十點多 去幫他煮茶 下午 幫他賣飲料 晚上就幫他收攤啊 這個時候 你知道 他老公似乎 察覺到了他老婆的意樣 Oh my god 最近好像有點 面泛紅光 哦是 就是感覺 有愛情的滋潤 臉看起來 臉色好了很多 打扮起來 又變漂亮了 老公開始 對他有興趣了 於是他老公 時不時的 就來這個店裡 早上來巡一趟 巡甜水來看一下 啊 又是這年輕小夥子 啊 下午假借工作 忙完了 又過來再巡一趟 怎麼又是這年輕小夥子 晚上他媽的他自己不來 他叫他朋友來 當海軍的朋友 來 來店裡 怎麼又是這年輕小夥子 馬上回報 大哥 又是這年輕小夥兒 他又來啦 一天三四次 動不動就來巡 巡到他老婆都覺得怕了 他覺得 我們這樣下去不是辦法 這樣下去 我們應該會被洗門風啊 所以 我們就 找了個時間跟地點 把他約 真的約回了我這個 租房子的地方 狠狠地滿足了他一次 我是曹氏中青 為了我為榮啊 你懂嗎 你知道我聽著他說 他說其實 不是他的卵子有問題 是他老公的精子有問題 活動力不足 所以才生不出孫子啊 哎呀 聽到這個我們當然是 義不容辭啊 你老公的精子不行 我們可以 I can help you 啊 所以我就幫他 讓他的肚子有了我的精子 啊 然後幫他的老公生了一個孩子 到底有沒有生我不知道 但是 前面的這個前世動作呢 這個精子的部分 我是已經給了 啊 給了 這個 這一次之後呢 他老公好像發現了 好像真的發現了 所以 後面他老公就是有一些 比較就是 硬的舉動 就是 他有一點在捍衛主權 就是說 你不要整天來我店裡 你這樣我很困擾 但是我老婆啊 不是你女朋友啊 你別整天來啊 這樣別人看到會怎麼講 嘗到了這個 甜頭之後的我 還是忍不住啊 忍不住下半身的衝動 整天往他店裡跑啊 他在主查的時候 我就從後面給他還報啊 好 OK 摩診摩診 OK 我問你幾個問題就好了 這個時間維持了多久 半年左右 最後 現在還有聯絡嗎 我最後知道他 離開澎湖之後是去 在中山 他有離婚嗎 後來是離婚了 就是 就是他婆婆後來有叫他 老公去檢查 發現真的是他老公 就是自己的問題之後 他婆婆就 讓他們兩個離婚 因為 他婆婆 這個時候就算比較民視離婚 你不能把青春都浪費在我兒子身上 他自己的小友 Oh my god OK 所以讓他們離婚 離了婚之後呢 他回到台灣 那你好像找過他嗎 我有曾經找過他 但是看他 他養了一隻狗 交了新的男朋友 之後我就覺得 祝你幸福 那所以之前那個小孩有生嗎 I don't know Maybe沒有 Maybe有 我不知道 OK 那就是要謝謝我們 Mo哥今天的分享囉 應該是沒了吧 這一段 沒了沒了 他怎麼會想要好嗎 他為什麼會想要好呢 還有一段時間